就站到站到跟肩宽 好 走起 好 好就先做這個 層肩最最走 我剛才講的 上臂 上臂是一個固定的半徑 你先把這個先做穩 所以層肩最走 走就有定位了 走有定位了 那個上臂的重量就出來了 然後一放你會發現那個力量是往這走 往順著手臂往前走 那個力量順著手臂往前走 而不是往下路 在這 你會你越來越慫 你去 你去盡量的放鬆你的肩跟臂跟手腕 以後你發現那個手臂越來越重 讓那個手臂的重量盡量能夠帶動你的身體往前面移動 可是你不要移動 脊椎不要動 拉住 可是你去慢慢放鬆 越放鬆越增加那個力量 增加那個手臂往前的力量 放鬆 放鬆 這都是鬆的平的 放鬆 都是墜 你看沉醉 沉醉 不要用力抓著 沉醉 醉 醉到它 醉發現那個力量是往前了 手臂就不會往下跳 看不懂 啊 你沉醉醉醉 發現那個手臂的力量是往前了 而不是往下了就對了 看這個他要用畫面 到達到 他用來畫面 這邊要畫面 然後這邊是 這幾個尖端一樣 就像我們的劍一樣 他帶著方向 對對 就像我們的劍 他間單就像我們的劍式一樣 用來畫面 好 所以你們剛剛手拿起來的時候 當我們人一沉 你看 你的手走先要方向要放對 一直強調手走方向要在這裡 手抖在这里 你的肩关节的那个 那个关节啊 它会一转 转到那个角度 转到那个角度 筋就相连了 所以要在这里 不要在这里 不要在这里 在这里 所以当你手抖在这里 你的人往下一层 一层这边的筋就开了 所以手起来不要用这样提 不要用肩膀提 是我们一层 你看 一层筋开 当筋一开的时候 我讲过 筋一开的时候 筋就顺着筋 它就会这样走 你的手臂就这样子起来 手指起来 手指间带领那个方向 手指间带领方向起来 所以你起来 你看 手肘先出来 手肘先出来 一层一层这边层 这边层一层 印下筋开 开 到这边的时候 你看 我在一起 这个筋 更 更长 更长 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放 放着 你就这样放 放着 先建立什么 先建立这一段 上臂这一段 你先建立这一段 这一段先练稳定 那个重量先出来 手肘的沉醉要够 沉醉 我在拍你们吧 就是你沉醉不够 手肘就很飘 很飘 你手肘的沉醉够 它有一个重量在 就没有那么轻 知道吗 这个先练出来 被沉醉醉走 这个先练出来 然后你感觉这边被 朝外拔 脊椎不要动 这个力量往外拉 往外走的力量 越来越大 你就建立起来 先建立这一段 就是这个筋 底下的这个筋 这个先练稳 先练稳定 然后你以后的 一个阶段的练习 就只练这一段 所以这一段不要动 不管怎么做 我这一段就是维持到这个 我这一段就是维持到这个 这一段我不动了 也不落 你看我这一段就维持到这个 变化都在走 走以下 都在走以下 我这个重量不要变 长度也不要变 这个都不变 你看 所以就是在哪里 你看就是在调整走 就在调整走 然后你慢慢放放放 你的脊椎的力量 脊椎的弹性就跟它 产生一个 互拉的力量 所以一个阶段先练这个 保持到这个重量 你不管怎么走 你看这个都不要变 这个都不变 啊 不管那个招式 姿势大大或小 这个手肘 这个都不变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 只到这里就好了 你到这里就好了 不要到这边 不要回 回来 就到这边 以这个为主 啊 这也是一样 你看啊 带着一个棚棚棚棚棚的镜嘛 啊 啊 要不懂 所以你不管怎么练啊 啊 这也是一样 这个 先不管它 先不管我就练这个 啊 招式的用法或什么都 都不管它 要不懂 先练出来这个 啊 对这个沉醉镜没有 就没有棚镜 啊 这个出来以后 我们再讲圈大圈 半径可以变长吗 半径可以变短 短吗 可是半径变短 它的半径的棚力一样在 一样在 这样子才可以 啊 就你们现在在做的时候 就是 今天练这个尖嘛 啊 你看 再练那个 哈哈 你看 你要练就是你这个东西练 这个东西练 练出来以后 你看我这个打 你看我 保持到这个上臂的时候 我这个拳是这样打 打的 你看 走的定位不要变 你看 你那个就变了 你那个走跑到这里来了 这这个地方就没有了 有有体会吗 走在这边 这就有了 同径就在了 是不是这样你看 啊 打出去也是这样打 不要变成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在这里 在这里这个又没有了 半径 你看 你那个手跑到这 来了 你看 手跑到这里来了 半径没有了 手在这里 所以动都是 你看 半径不要变 半径不要变 这个拳打出去 你也让他这样 你看 半径不要变 不要这样子 半径不要变 半径不要变 尤其用这个来练拳 要 要 要一段时间 要一段时间 你才会习习习惯 啊 可是这个东西有了以后 你练太极拳 啊 练太极拳 你就知道了 他讲的棚 讲的棚是什么的 啊